那各位同學大家好 應該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有 有看到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跟這次報告有關的 生活領域的final report 只有三個任務 一個是上個禮拜你們的共備 請大家把那個分組討論時 個人參與的部分 像你有LINE的分工啊 或是討論發言對話 放在一個文章上 再加自己三行以內的心得感想就好了 就你自己參與小組的那個共備裡面 你自己的心得 或者自己提出什麼貢獻的地方這樣子 就做一個那個小組的作業 免得說整體有的人沒有去參與到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今天裡面有那種 你們的之後的那個統整好的PPT 經過對方的那個修正和回饋之後 那你們看看要不要修改 修改後由組長代表 上傳到這個地方就好了 那今天有另外一個個人的就是 我們在發表過程之中 比如說品味圖有人在報告 那另外一個那個小情組那邊也許就是就 你們要像上個學期一樣 每個人都要提上個問題或是留言 打在即時的那個回復區那邊 那你把它截圖起來把那個圖片 也許是放在Word檔或是圖片檔 我放在Word檔好了啦 然後轉成PDF好了 比較不會亂掉 因為上次有同學圖片檔 如果這邊開不起來 那你就上傳到那個地方就好了 然後盡量就不要給大家一些負擔啦 因為這是我們這個作業教育部的要求 說什麼幾週要幾次幾週要幾次 所以很多要想辦法把它弄得弄出來 但是如果簡化就是我們一個工作 那我們今天就是主要針對生活領域做單元設計 這個就是我們有主題這些東西 那包含學期表現重點這種對應 還有單元目標表現目標 還有我們會結合大概那個什麼 這裡面去學習表現的內容去想目標 也會去思考說有哪些相關的大概念 然後大概一到六週怎麼去編織的 這個主要的內容的構想 那麼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會在這裡 你們各節課的準備活動發展 活動重合活動是怎樣的規劃 以及評量方式是涉及哪些 最後是自我簡合說 那你自己有沒有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 這個四個項度 整合認知技能跟態度 行進脈絡化下的學習 學習歷程方法跟策略 以及歷行時時間歷行的表現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再去做一個 針對你的實作的問題思考 會涉及到哪些人事實地物跟標準 也可以做一個Rubic的指標 那麼今天的重頭戲就在這邊 那是品惠組先發表嗎 還是小情先 剛剛說是哪一組 我們 OK啊那品惠組先好 那也就算品惠組等一下再給你們時間 那個報告大概30分鐘左右啦 小情組就可能要每個成員要去及時聽他們的報告 各自是留自己的留言 因為這個涉及你的個人作業這樣子 那30分鐘我們大概預留10分鐘左右 有小情組派代表一到幾位代表 去向品惠組他們去做一個提問 你也可以自願啦 品惠組的同學在針對他們的回饋 或是提問或是疑問的地方 提出回答或是解釋 再形成一個對話帳 那最後5分鐘我們再來進行講評這個工作 我們今天大致上的流程會是這樣子 這個有的讓你們參考而已啦 那現在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請問這樣 以上是... 如果超過一點點沒關係啦 或是少一點點也沒關係這樣子 我們主要是讓大家練習 不是說強制性的要求 你一定要怎樣 等一下怎樣這樣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今天等一下時間就交給品惠組 現在11分 那我們就是會到40分左右這樣 那我們完了之後 就可能會稍微休息5分鐘 然後再勸局這樣子 嘿 那我們就請那個品惠組可以那個 直接分享你們的畫面了 謝謝 請問這樣子有看到畫面嗎 有 我們這組是品惠組 然後我們是我們的組員有 教二儀的江品惠 然後楊財雲 岩財儀跟黃金金還有高榮欣 那這是我們的目錄 那首先從第一個基本資料開始講起 那我們選擇的單元主題名稱是 職愛大自然 那年級的部分是一年級的部分 那課程設計者就是我們全組的組員 那課程的類別它是屬於不定的課程 那教學時間我們安排了五節課 就是我們每個組員一個人一節課 那我們有跨領域 那涵蓋的學習領域有三個 第一個是自然科學 然後第二個是藝術 第三個是生活 那這部分也有涵蓋到重大議題 就是環境教育的部分 那第二個教學研究的部分是 我們課程設計理念 是要讓學生可以認識職務 那親近大自然 還有要學會愛護環境 那學生的經驗分析 在這門課之前 學生應該要先認識一些基本的顏色 那現在我們要教的 就是要讓學生可以認識職務 然後並且會愛護環境 那在未來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要了解到 生態的多樣性啊 或是環境的負荷量 那學習重點分為學習表現跟 學習內容 那學習表現的部分有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 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還有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 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還有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 來進行表現與創作 那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以及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 進而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跟尊重生命 那學習內容有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還有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那在領剛核心素養的部分 有包含到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 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 逐漸發展美的明覺 還有覺察自己 他人還有環境的關係 體會生活利益與團體規範的意義 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 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 所應扮演的角色 在能力所及或他人合作的情況下 為改善事情而努力 或是採取改進行動 那前面有說到我們涵蓋到的 重大議題是環境教育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選了環境倫理 那有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還有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以及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那接下來講到第三個部分是目標續寫 那這邊學習內容跟學習表現 在剛剛上前面幾張PPT有提到過 那這邊我們就掠過 那我就直接講到單元課程目標的部分 那首先有五個課程單元的課程目標 第一個是學生能準確說出各種植物的名稱 第二個是學生能知道花、草、樹木有不同形態、顏色等特徵 第三個學生能夠認識樹的結構 第四個是學生能將先前認識到的植物特色 融入於自己的繪畫作品當中 那畫出自己想像的植物樣貌 第五個是學生能理解愛護生態的重要性 那第四個部分是規劃單元課程架構 那因為這邊我們是每個人自己打自己的部分 所以這邊等下到每一節課 各自負責的人都會講到這邊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跳過 那就換下一位同學 好現在換我來報告第一節課的課程設計 那第一節課的主題就是認識植物 那學習目標的話 第一個是學生能夠認識並了解各種植物的特徵 學生能夠準確說出各種植物的名稱 學生能夠學習觀察並描述各種植物的特徵和形態 那素然檢核是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 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 逐漸發展美的明覺 那準備活動 那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是先詢問學生知不知道什麼是植物 和知道哪些植物 那第二是教師製作各種不同植物的圖卡給學生 第三教師說明各種植物的名稱和特徵 第二發展活動 開始前先請幾位學生分享他們知道或者在生活中看過的植物 然後教師利用簡報來介紹和說明各個植物的名稱和特徵 第三教師拿出圖卡 圖卡上可以只有圖片或只有名稱 學生要說出圖卡上的植物的名稱和特徵 如果只有圖片的話 要說出它的名稱 如果圖卡上只有名稱的話 學生就要說出它的特徵 那綜合活動方面的話 教師統整課程中認識的植物 然後還有分組比賽 看哪一組可以說出更多和更正確的植物名稱和特徵 然後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學習當 那時間安排的話是一節課40分鐘 那有用到的教學資源是簡報和植物圖卡 那學習評量方式是個人課 課堂個人發表以及學習當 那在素顏檢核方面的話 我認為是都有達成 那在整合認知技能與態度的話 是學生透過課程可以認識各種植物的名稱和特徵 那在情境化脉絡化的學習方面的話 可以讓學生思考曾經在生活中看過的植物有哪些 而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的話 透過遊戲及重複觀看植物的圖片和名稱 進而加強學生的記憶 那在實踐例行的表現部分 學生在日後看到植物 可以馬上知道它是什麼種類和名稱 那我的部分就到這裡 那你們就一個接一個下去就好了 好那現在就由我來介紹第二節的活動設計 那這一節課的名稱是校園植物觀察家 首先學習目標部分 第一個學生能仔細觀察校園中的植物 二學生能知道花草樹木有不同的形態 顏色等特徵 三學生能描述出親近校園植物後的新發現 四學生能說出最近親近校園植物的經驗 那核心素養檢核的部分是生活一之比三 那這部分我就不再重念了 那進入教學活動設計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準備活動 那第一部分呢是引起動機 教師會詢問學生你認為探索校園史主要會看到哪一些植物呢 那他會生長在哪些地方或者是說在哪裡比較容易發現 那第二個是新舊經驗連結 那這部分會結合到上一節課認識植物的部分 會再稍微做一個複習讓待會外出觀察時候他們能夠更精準的去找到植物 那第三就是提醒外出探索時盡量不要破壞到植物 就是不要破壞大自然的原生態 那第二部分發展活動第一個是學習任務 那這部分的學生會透過分組活動到校園中尋找上節課介紹過的植物 並且透過繪畫或者是文字的方式記錄到他所觀察到的特徵 包含說顏色大小形狀啊有沒有開花或者是說長在樹上或者是地上等等 那第二部分是在外出觀察完之後會進到課堂內 那各組會發表就是剛剛在探索過程中發現的植物種類還有它的特徵 因為設計上是每一組他們需要找尋的植物是相同的 所以可能會有部分是沒有找到那他們就可以相互補充 那最後一個部分統整活動 在這部分呢教師會統整剛剛分組之後可能有遺漏的地方 然後再次跟上一節課認識植物的部分去做一個統整 然後以幫助他們在完成課後的學習評量 那二就是課後的學習單內容會主要是著重在之前學習的特徵 還有今天觀察到的部分 那時間安排一樣是40分鐘 那資源的準備就是記錄用的圖畫紙彩色筆還有課後的作業學習單 那學習評量的方式就是分組發表以及課後的學習單 下一頁 好 那在核心素養減合部分首先第一個整合認知技能與態度 那這部分是學生在親自觀察植物後可以透過繪畫文字記錄特徵 並且使他們更加了解第一節課的授課內容 那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是它可以結合在校園中看過植物的印象 然後去在這一堂課程中去找尋之前學習到的植物 然後並且學習記錄特徵 那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則是 除了透過繪畫文字等方式記錄特徵之後 那接下來也會透過分組間的討論看看有沒有遺漏的部分 然後藉此進行學習 那實踐例行的表現則是說透過第一堂學習植物的相關知識 然後再跟這一堂課親身的觀察之後 如果日後在校外有看見類似的植物它可以正確的辨識 好 那就換下一位同學 好那接下來是第三節的課程設計 那我們的課程名稱是美麗的大樹由我來記錄 那這堂課主要是讓學生拓印跟拼貼植物的部分 那我們這堂課的學習目標是 一學生能夠認識樹的結構 二學生能夠探索如何拓印樹的紋路 三學生能夠運用美樹用具拓印植物 四學生能夠利用拓印出來的成品 然後剪貼出 剪貼然後拼出一顆完整的大樹 那這堂課的核心素養 我們是對應到生活一直比三 跟前兩堂一樣 所以就不多說 那這堂課的準備活動是 我們先引起動機 老師會先詢問學生是否有過拓印植物的經驗 然後老師就會介紹拓印跟拼貼會用到的器具 以及說明如何拓印 那接下來到發展活動 老師會帶領學生到校園中尋找大樹 然後拓印樹皮 那這部分老師就會指定學生 學生可以到教室外的某些樹進行拓印 這樣也不會讓學生跑太遠 然後時間也不會花太久 然後再來拓印完會請學生在樹下收集集片落葉 帶回到教室 那第三點就是回到教室之後 請學生會將落葉拼貼在剛剛拓印樹皮的畫質上 然後就完成一棵完整的大樹 最後是綜合活動的部分 教室會統整課程中認識的植物 然後說明樹的結構 同時也會請學生分享自己的作品 那這堂課的資源準備是拓印跟拼貼的工具 以及教學會用到的圖片 那學習平常的方式就是請學生實作 然後在課堂上分享還有學習單的部分 下一頁 那這堂課的點核是 第一個認知技能與態度的部分 我們是學生能夠透過課程了解樹的結構 然後學習如何拓印 那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是 使學生於校園中探索樹木 然後了解樹皮的紋路 第三個是提供學生利用拓印的方法 還有拼貼的方法 學習樹的結構 第四個實踐例行是 學生可以在日後的生活中辨別出樹的構造 然後也可以利用拓印的方法 拓印出其他的物品 比如說像硬幣這些 在眼 那接下來輪到我介紹第四節課的活動設計 那這門課的活動設計的名稱是 我是小小造物者 那它就是要讓學生可以畫出屬於自己的植物 那這個植物可以是比較天馬行空的 就是它可以不一定要長得像我們一般認知的那樣 那學習目標有三個 第一個是學生他可以仔細觀察校園 還有生活周遭的植物 那第二個是學生可以將觀察到的植物特徵記錄下來 那並且將他們嘗試融入於自己的繪畫作品當中 那第三個是要讓學生可以藉由繪畫的方式 那畫出自己想像的植物樣貌 那可以培養學生的動作能力 那核心素養檢核部分就是前面有提到的生活一支B3 那這邊我就不贅述 那直接進入到課程的部分 第一個準備活動 引起凍結的部分就是我們會先詢問學生是否有自願的可以上台分享自己有觀察到的植物啊 然後還有他們植物的地點跟植物的特徵 那就是讓學生他們可以自由舉手的 自由舉手發言 那第二個是新舊經驗的連結 那就會結合到前面幾堂課他們在他們認識到的植物 或是他們在校園觀察到的植物 然後複習這些知識 然後幫他們在複習他們認識那些植物的特徵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會說明後續的課堂活動還有時間限制 那這邊的時間安排就大概有8分鐘的時間 那我先講這門課主要它需要的教學資源準備會有學習單 那這個學習單是植物觀察家 那等一下發展活動會用到 那它是一個我們會先指派給學生回家完成的作業 那它會有圖畫紙跟彩色筆跟蠟筆是我們會需要的資源準備 那接下來講到發展活動的部分 第一個學習任務它是要就是讓學生可以從那張植物觀察家的學習單裡面的紀錄去取材 那在圖畫紙上可以簡單的畫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植物 那這個植物它可以是自己想像的樣貌 那它的內容其實我們不會給學生太多的限制 也就是說學生他可以很有創造力很有想像力的去做自己 去自己畫自己想像出來的 那可以天馬行空看起來很奇怪也沒有關係 那如果說真的畫不出來的小朋友 他們也可以畫下他們自己最喜歡的植物 然後也是讓他們有盡量能在這堂課有參與的感覺 那主要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把植物的特徵呈現出來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講到第三個綜合活動的部分 那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我會先請自願的學生可以上台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 那簡單的敘述說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創作 然後為什麼就是這個靈感是從哪裡來的啊 或是說看到哪個植物覺得說讓你特別的有印象 然後你會想要把它融入在你自己的想像當中 那第二個是總結這堂課的活動 那就是教師我們要以鼓勵跟稱讚的方式去針對學生的作品做一些正向的回饋 因為這門課程呢主要就是想要去培養學生的想像力跟創造力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要給予比較正面的回饋 不要帶有比較主觀的批評意識 那之後呢會把作品收回來 然後是想要把它可以輪流展示在教室的報告欄上面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讓更多的就是讓其他同學也可以欣賞到每個人不一樣的作品 那學習評量的方式呢就有三個 一個是實作然後還有學習單跟口頭評量的部分 那這個評鑑的方式整合認知技能與態度我覺得是有達到 那因為有讓學生可以將植物的特徵正確的記錄下來 那並且要把他們自己所觀察到的還有自己想像的植物樣貌去做結合 那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呢是因為有提到說可以要觀察生活周遭嘛 那就是他們可能自己住家或是他們住家附近的公園還有校園中的植物 將這些做結合然後再來進行課程的活動 那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也是有達到的 那就是要連接前面幾堂課所學到的 然後還有課程然後讓課程活動就是讓學生他們可以自行的去構想他們的屬於他們自己的植物樣貌 然後讓學生有上台發表的機會 那也藉此培養學生他們可以有勇於發言然後欣賞他人作品的態度 那還有實踐例行的表現呢是 就是提供學生能真的有活用與實踐所學的機會 那讓就是將前幾堂課的課程內容都可以實踐在這個繪畫的創作當中 好那最後是第五節的教學活動設計主題是珍愛植物 那學習目標的參照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是學生能認識到植物的多種用途 第二點是學生能理解愛護生態的重要性 第三是學生能付出行動愛護植物珍愛大自然 那核心素養的檢核就前面有講過先不提了 那準備活動課程設計第一點準備活動 第一部分是引起動機 詢問學生植物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用途 那學生可能會回答說可以吃或者是它是比較美觀 那第二個就是先複習植物的種類 先前上過的課以及在校園中觀察到的植物 那發展活動的部分 第一點就是先介紹植物的重要性 而植物不只可以吃美觀 它還可以造紙氫化空氣 它可以是小動物的家 那第二點就是植物如此重要我們應當如何守護 那第三個是介紹護術行動 那這邊會搭配影片來做講解 那第三個綜合活動主要是小組討論 那在校園中會觀察到哪些遭遇破壞的植物 那他們為什麼會遭到破壞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嗎 然後製程排報標語上台發表這樣子 那時間的安排的話 準備活動是5分鐘 發展活動是20分鐘 綜合活動是15分鐘 那教學資源的準備 有互數行動的影片 以及海報紙的準備 學習評量方式主要是 實作評量消除討論製作海報標語 可以用文字或者是圖畫的方式進行 下一頁 好 那整合 減合部分的第一點 整合認知技能與態度 那 學生可以透過課程中介紹的植物用途 普適的保育環境的重要性 那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是因為 學生會觀察校園中有遭遇破壞的植物 然後並製作海報來維護校園環境 那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是 學生能從各組的討論中 交換彼此的知識與想法 增進自己的知識量 那第四點 實踐例行的表現是 學生可以製作標語來號召 共同愛護校園環境 好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報告這組充分的運用到 校園的生活那些東西這樣 那請另外一組的同學 要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拍照起來 是你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個人作業之一 那我們現在請問一下說 那我們另外一組同學 小心組有沒有同學 或是派代表 來對他們提出提問或是 那個問題的地方這樣 那針對哪位同學的東西 去做一個留言 或是你們有組長的是誰 或是比較好奇他怎麼 死去去執行的地方 那這個也是算是小組的那個 貨品的分數 你們可以想一下 那頭有哪些問題或是疑惑的地方這樣 或是給回饋的地方 那另外一組是 蘇晴梅、小琴跟瑞俊 瑞俊不是有很多想法嗎 那一組你們就直接發言就好了 或是疑問的地方 好喔 那我想要請問就是 在其中一堂課裡面有講到要太硬嗎 那就是有要去減食落葉 然後進行太硬的部分 我在想說這堂課會不會分成兩節 會比較好呢 還有關於時間的安排 對 那我們要一起提問 還是說那個 因為人比較少 就盡量鼓勵大家 就躲躍的去 對自己有疑問 或是自己建議的想法 提出想法這樣 還是一個一個問好了 也可以啊 那不然就 再看一下那個 蘇晴什麼想法 跟他們提問或是回饋的 嗯 我是覺得就是前兩節課 就是時間安排的部分 可以詳細一點 因為他們都只有寫就是40分鐘 這樣 就沒有比較詳細 不如像活動 準備活動 或發展活動 跟重合活動 各式幾分鐘 這樣可能在 就是教學設計上 會比較疑惑啦 是 嘿 那那個美銀呢 美銀覺得 我有點想問 剛剛最後一個報告 是榮青呢 就是最後一個部分是說 要製作海報標語 那那個標語是要進行 會話還是說 讓他們單純創造一個 維護環境的口號 好 那接下來最後蘇婷 蘇婷還在嗎還是 我剛剛講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講過 是小琴 小琴 小琴好像還沒有到 OK 好 那就可能先不管它 那我們就請另外一組的同學 就那個請 針對他們的問題提出回應 或自己的解釋 或是想法上 那我先回答一下 那我覺得我課程設計的那個標語 是 是單純的製作標語 那學生他可以根據他自己的想法 可以文字或者是以繪畫的方式呈現 那他們想要就是 單純的以標語說 比如說請勿践踏草皮 或者是說 他們想要在裡面寫一些 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 踵踏草皮的壞處之類 都可以依照學生的學習意願 他自己的想法去製作 OK 謝謝 那你們這組還有嗎 幾個同學要去做一個回應的 那基本上這樣子有回應的同學 我們就那個啦 就額外的會再去做一個 加分的動作好了 就會表示起來嗎 我記得說這樣也蠻方便的 那請問一下那個品惠組 還有嗎 同學想要對他回應 或是說你自己對組員的成果 去做出一個解釋之類的 喔好 我想要回答一下 剛剛第一題問的 就是踏逸那一節的時間規劃 我是覺得也可以到兩節 但是我會比較希望 能夠再一節就結束 是 對 因為中間其實有分配到25分鐘 然後我自己原本的設定 是我不會讓他們到整個校園 我可能會指定教室外的 兩三棵樹 然後他們可以選擇其中一棵 這樣子應該不會花到太多時間 OK OK 就詳細時間這種未來師做 還會去模擬或是那種測試看看這樣子 OK OK 謝謝 那請問一下品惠組 他們同學要發問的 蔡衣還是蔡宇 親親 親親 不會發問的 是的 那我針對那個舒婷剛才提出的那個 時間的部分做一下回應好了 那它三個部分包括前面的準備活動 發展活動跟綜合活動分別會是5分鐘 30分鐘跟5分鐘 那這部分是我們那時候忘記把它打上去 那之後會再補上 那也謝謝你的建議 謝謝 那還有沒有金金跟蔡一樣 回應 不是回應你們自己組員的也可以這樣 好那你們對他們的解釋應該都OK嘛 那我們這個認真上來這個小組活動 你們有在看情況 就是有留言的或是發言的在給40個加分這樣子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那個 那個時間就change過來這樣子 老師 老師就是 我們我們組內就是上面PV顯示好像少一個人 喔好 至少的 詩魯和詩魯 詩魯在小型組嗎 對 OK 那詩魯覺得咧 因為可能好像那分組的地方沒有分到 沒關係我再去看一看 喔就是我覺得他們的課程安排我覺得很多元 就是然後也蠻有趣的就是可以讓學生就是充分的學習到植物是什麼還有植物的功能還有植物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扮演著什麼角色這樣我覺得很棒 OK OK 有看到畫面嗎 有看到畫面嗎 有 好 好 然後我們總共有分成四節課 那我先介紹那我先介紹一到二節課的那個十四年級總結數跟單元名稱還有領域我們十四年級呢是一年級然後單元名稱是第一跟第二個小節聲音的訊息跟好聽的聲音然後總結數是兩節課總共80分鐘然後我們是採取聯堂的方式然後領域呢是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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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的 生活生活生活領域下一頁 下一頁 然後這是我們這是我們的設計的核心素養然後是生活1A2然後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生活1C2 而察覺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下一頁 好那這是我們第一跟第二節課的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那在學習重點的學習表現之中 我們的是214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於探究人事物的方法還有第二個3-1-2體認探究室理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第三個 4-3-0-6-1-1調整情緒與行為 然後接下來在學習內容的部分 一 一個是A1-3自我省思 第二個D1-2情緒調整的學習 第三個E3自我行為的解釋與調整 然后呢是我们的学习目标 第一个是希望学生可以了解声音背后传递的讯息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是知道与他人说话时应该要用什么语气 还有什么态度 然后这里是我们第一节课的准备活动 然后第一项是教师要先讲述课堂规则 然后就是你要回答的时候要先举手 并且老师请你回答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一张贴纸 那如果你没有举手或者是你举手了 但老师还没有就是点你的话 你就先想先回答的话就不会有贴纸 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引起动机 就是你可以先询问学生 自己每天的生活中会听到什么声音 然后如果学生想不到的话 可以就是从旁边提示啊协助一下 例如说会不会听到就是窗外小鸟的声音 或者是有没有听到过风的声音之类的 然后这里的时间安排呢我们是七分钟 然后评量方式是口头评量 好那就交给下一位同学 好然后我们第一节课的发展活动呢 是会先老师会先播放不同类型的声音 比如像缓慢的或是急促的 那让同学呢可以去辨认声音的一统 然后描述呢他再听到声音的想法或是感觉 然后我们也可以点三位同学上台 写下他们的想法 那这下面呢是我们就是模拟的 师生可能会有的问答 那例如像是老师先播放鸟叫的声音 那就可以问同学说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那学生可能会回答是鸟叫的声音 那老师呢就可以在进阶的问说 那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吗 那可能有同学会回答很开心 或者是也有可能会觉得很吵 下一页 那我们就是当然两边都要鼓励 所以我们就当然是说两位回答的都很棒 那我们就带入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 就是声音带给我们的讯息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噪音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在刚刚的音档里面 可能会穿插几个 比如像小朋友吵架的声音 或是大哭大闹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学生刚刚就是听到了有些什么 或者是这些声音要传递什么讯息 然后我们就可以间接的引导学生思考 就是如果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说 别人才会听得懂 然后感觉不会很差 然后我们就这边可以做一个小节 也是提醒小朋友平常就是要注意说话的语气 还有态度 比如像是轻声细语和态度温和 才可以做有效的沟通 然后要知道如何欣赏声音的美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会用到30分钟 然后是口头评量部分 下一页 然后呢再来是 老师呢可以利用问题开头 然后让学生了解情绪 然后除了用声音表达之外 还可以用身体动作去呈现 然后这也是模拟师生的问答 是老师可能可以问说 你生气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呢 那学生可能就会说会跺脚 然后不想说话或是会瞪别人 那老师可以再进一步问说 那会不会有什么表情 那学生就可能会回答 会皱眉头或是嘟嘴巴 那老师就可以说 问说 所以你们觉得表情跟动作 能不能表现出情绪呢 那学生可能会回答可以 那我们就代入我们下一节 要做的就是进行一个 声音对对碰的活动 然后再来就是要讲规则 然后我们就是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呢 我们就宣导一下下一节课上课的注意事项 就是比如像上课中一想 然后就是要在外面走廊整队好 然后再来就是教室的门窗跟电扇都要关 然后再来是要带水壶 因为可能会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 会比较累的活动 所以要带水壶补充水分 再来是要保持安静 不要吵到其他班的同学 下一页 好那接下来换我负责第二节课 发展活动的部分 那我们经过第一节课呢 我们第一节课其实就想要告诉同学们 他们能够去了解声音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声音的独特性 然后他们能够去辨别声音的不同 那再来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去描述他对一个声音的感觉 以及他在描述感觉之后呢 他从这个声音中接收到了什么样的咨询 那我们第二节课就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在听到某个声音的时候 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去运用肢体动作 也就是说能够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去进行表现以及创作 那么就如同上一个同学讲的 我们这一堂课要进行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叫做声音对对碰 那在下课 上一节课就已经跟同学们说好 就是之后上课中想的注意事项 那我们这边一想上课之后 就会带同学到教室外的 他们已经排好了 然后我们老师会带他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进行活动 那第二个会将同学们五人分成一组 同一组的同学可以围成一个圈圈后坐下 那要跟同学们说这个活动的第一名可以获得奖励 那第三个就来跟同学们描述活动的规则跟进行方式 那第一点就是老师会先播放一个声音 那给每个小组两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 那他们可能要讨论说 他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们的脑中想象出了什么样的情景 那他们要运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去表达这个情景 比如说他们要小组合作去演绎说 他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 他们想要怎么去进行表现 那例如就是老师可能播放像是尿会的声音 他们可以去表演出尿会这个情景下 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他们热闹的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老师数到三 让各个小组们有限一个准备时间 让他们各自去摆好一个动作和表情 那老师就是一个一个下去问 每一组他们表演什么样的情景 那每组介绍完之后呢 就是让同学们去投票 投哪一组他们觉得最符合这个声音 所带给他们的感觉 觉得他最生动 那老师要记得高度同学们不可以投自己的主题 那大约进行两轮的活动 那再根据时间进行增减 那活动结束之后带学生回到教室 那我们这个活动会进行25分钟 然后评量方式是实作的评量 来是综合活动的部分 那将同学带到教室之后呢 我们就会先颁奖给活动最高票的主题 那颁完奖之后 让同学们进行他们心得分享 也就是综合第一二节课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这堂课有什么话想对大家 或是对老师说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自愿上台 那没有人自愿的时候 老师才在进行抽点 那第三就是总结课程 以及统整学生心得部分 那不同的声音 不只是代表不同的意思 它还可以用来传达不一样的讯息 而且每个人对声音要表达的资讯了解 也是不一样的 那藉由这些活动 那大家可以知道声音特别的地方 在之后表达某个声音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运用不一样的方式 也就是可以用上手脚以及表情的方式 去分享声音的讯息给其他同学们 那综合合容部分会进行15分钟 那主要是口头评量 那接下来是总和一二节课的核心素养 那第一个是整合认知技能与态度 那我们这边就是有让同学们进行了解 声音的讯息以及他们对声音感受 还有说话时的语气和态度 那情境化与脉络化学习就有结合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声音啊 人事物带同学进行课程的活动 那重视学习历程与方法部分呢 就是学生能够透过问答 聆听他人的意见 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像是他们去思考活动的情境 该如何去演绎 并通过小组进行合作学习 还有生活中的活用与实践 那就是在生活中实际运用 上课时说到的说话语气以及态度 并且能用不同的方式去分辨 声音所传达的讯息 以及表达他对声音的感受和想法 那交给下一位同学 好那接下来轮到我来介绍 三四节课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是会运用到两节课 然后是联堂的部分 单元名称叫做声音大合奏 领域一样是生活 下一页 好那我们的核心素养 结合到的是生活ED1 使用适切且多元的表征符号 表达自己的想法与人沟通 并能同理与尊重他人的想法 还有第二个生活EC2 觉察自己的情绪与行为表现 可能对他人和环境有所影响 用合一的方式与人友善互动 愿意共同完成任务 展现尊重沟通及合作的技巧 下一页 好那学习重点 首先先来看学习表现 2-1-1 以感官和知觉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 觉察事物及环境的特性 4-1-2 使用不同的表征符号 进行表现与分享 感受创作的乐趣 7-1-1 以对方能理解的语会或方式 表达对人事物的观察与意见 选习内容的部分 C-1-1 事物特性与现象的探究 C-1-2 媒财特性与符号表征的使用 珠-1-4 共同工作并相互协助 下一页 那我们在第三次堂课中的学习目标是 要让学生学习搭配肢体动作与声音来传递讯息 还有了解声音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并且学习与同侪合作 下一页 好 那第三堂课中呢 我们的第一个暖生活动是声音交响乐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地点会在示意教室或表演教室 那他们会先依照各组的组别 坐在表演教室的垫子上 我们会先准备好垫子 然后一组就是坐在一个垫子上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暖生活动 那首先呢 会先请学生观看王老先生有快递的影片 然后这个影片是含有舞蹈的 那第二次呢 则会尝试邀请学生一起跟着老师来唱 下一页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预设的样子 这样 下一页 好 那等到他们比较稍微了解说这首歌的时候呢 会请学生派代表到台前拿老师准备的乐器 我们因为是分成五组 所以就是五种乐器 那一组呢就是哪一种乐器 那在这个时候呢 老师也会和各组介绍说 那这些乐器应该如何使用 还有他们是什么 他们这个乐器的名称是什么 好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老师会播放同歌 请各组的学生跟着老师拍手 然后拍手的节奏来敲击乐器并跟唱 所以一开始是只有唱歌 现在这里是加入了乐器来去做一个活动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进阶 老师会拿出一到五组的小组牌子 然后老师是担任指挥家 而学生是担任乐手的角色 例如说老师拿 左手可能举起第一组 那这个时候就只有第一组可以敲乐器 那其他组不行 那老师也可以同时拿出两组 例如一二组 那没有办法 不能敲乐器的组别呢 就是用唱歌 然后拿起牌子的组别 就是敲乐器 然后他们用这样子 有点类似合作的方式 来完成这一次的歌曲表演 那我大约会重复两到三次 让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乐器的使用 还有熟悉整首歌的 让这个表演是可以是有个流畅性的 好 下一页 好 那这个是我们预设的场景 下一页 好 那当我们这个活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请学生自己将乐器抽回原味 并且统整刚才游戏的内容 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个 你在这个活动中 你学会了什么乐器呢 你喜欢这个乐器的声音吗 还有第二个 你觉得声音在你的生活中重要吗 为什么 然后我们会去同准一下大家回答的内容 然后总结这次的活动 那就是从这个游戏里面 大家可以体验要运用生活中的乐器 搭配歌声和音乐 创造出乐耳的声音 而且声音不只是透过乐器才能创造 唱歌 拍手还有敲击物品 使用乐器都是产生声音的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运用在这两个活动当中去体验 所以我们结合到下面的活动 下一页 好 那在这个活动发展活动中 我们叫做猜猜我是谁 那一样是五人一组 然后总共是五组的方式 会先告知学生在这个活动中 得分第一高与第二高的组别 可以获得小奖品 那接下来就是告知学生活动的规则和进行方式 一次呢 各组会推派一个人出来讲台 那老师会给他抽取小卡 那小卡就像右边这张图一样 它可能是一个物品的图案 然后因为他们才小一 所以当然这个物品会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好模仿 而且是有注音的 比较生活中常见的等等 那学生有三次比动作的机会 他们需要以肢体的方式来 或者说声音动作来去表现 这张小卡上面的内容 那第一次的机会呢 他们只可以比动作或声音 只能二选一 那第二次的话 他就可以同时比动作和 和发出声音 例如说火车 他们可能就会模仿火车行进的方式 然后发出倾强倾强的声音 好 那在第三次的时候 如果他们还是比较没有办法 达到他们想要表现的效果 大家还是猜不太出来的话呢 那就他们可以去邀请他们的组员 来去帮忙他们 所以也达到一个小组 去合作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没有遵守规定的话 一次就会扣一分 那当这个活动进行了几轮 这里会进行二十分钟 那时间结束之后 会去统计各组的成绩 然后进行的颁奖 下一页 好 那刚才是第三解课的内容 现在来进行第四解课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的活动二 当他们下课回来 他们一样是在表演教室 那我们活动二叫做音乐小剧场 首先会先和学生介绍活动的规则 那在活动进行之前呢 老师会先选出五首符合先前课堂主题的童谣 然后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给每组 所以一组会分配到一首歌 然后我们选的歌曲是火车嘟嘟嘟 卡加不列岛 钓鱼记 恐龙来了 总共还有 总共是五首歌 然后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是棒棒棒 这五首歌呢 它都是比较简单 朗朗上口 而且是跟他们生活相关 是很好模仿出声音的 好 那他们已经分配到这些童谣之后呢 他们这些童谣都已经有先下载在平板当中 那老师会教导他们如何使用平板 那每组拿到一个平板 他们只需要点击 和他们小组的名称一样的 的那个资料夹 他们就可以直接观看影片了 所以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好 那接下来是老师会引导学生去讨论 去找出童谣中出现的角色 还有该角色会有的行为和声音 老师也会进行一些引导的问题 例如问小组说 你在这首歌当中 你有看到什么物品吗 或者说什么角色吗 然后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这样的方式 然后会请学生 把他们讨论的结果 记在小组讨论单当中 当他们记完之后呢 那就会轮流请美主上台 以童谣肢体 还有结合声音的方式 然后来向大家呈现这个 童谣中有的这个画面感 那这里是进行25分钟 下一页 好 这个是我们平板中会呈现的画面 他们因为考虑到他们小一 可能直接放歌曲的名称的话 没有办法再加上注音 所以我们就以12345来表示 下一页 好 那这些是我们选用的歌曲 下一页 这些 还有限页 OK 好 那这个是小组讨论单 在老师发给他们之前呢 角色和行为 老师会先选他们 会先帮他们填好几格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直接找到角色和行为 可能有点困难 那他们主要完成的部分就是 发出的声音 还有负责的主员 这两个部分 就他们只需要用注音 或者说很简单的中文 就可以去表示了 好 下一页 好 那在他们表演完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综合活动 首先老师要给他们的表演 给予回馈 那像是去鼓励他们 他们各组的创意啊 还有认真参与的同学 还有在讲说 那从这个活动中 你们可以了解什么呢 那就是生活和声音 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声音可以用 很多种的方式来创造 而你们用了你们的创意 去融入在其中 完成了这次的表演 并且传递了情绪 情感 还有整个的画面感 好 那第二部分是心得分享 我们会邀请学生去分享 在今日课程中的学习心得 那问题一是在第一个活动中的第一轮 那就是抽小卡那个活动 你不能发出声音 或者不能比动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那第二个问题 是在第四堂课中的小剧场 你最喜欢哪组的表演 为什么 那就是引导他们做一个欣赏和回馈的部分 这里是15分钟 是以口头评量的方式进行 下一页 好 那老师会总结学生的回答 然后指派作业请学生回家完成 最后教师会告诉学生 声音和动作不但可以传递讯息 表达情感 还可以增加生活中的乐趣 所以请他们也可以多加去留意 自己生活中会常常听到的声音 好 那我们作业的部分在下一页有呈现 那我们是指派28到32页 可是基本上他们28到32页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在最后这个部分 他们是要去记录说 他们在课堂中有讨论到的内容 对 所以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在课堂中 有进行过这些活动了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可以完成的 好 下一页 好 那关于三次节课的核心素养呢 第一个部分 整合认知技能与态度 我们有请 我们能够透过课程让学生了解 声音对学生的重要 并适当运用声音 好 那关于情境化与脉络化学习的话 我们会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 带学生进行课程活动 还有重视学习历程与方法的部分 让学生透过活动的过程 去摸索如何适当使用自己的声音 并搭配对应的动作 最后一个 生活中的活用与实践 在活动中实际运用声音与动作 来表达讯息给其他同学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四节课全部的内容 这是我们的分工表 我们的报告到这边 好 那么谢谢这四组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 就Change If出来说 那我们就换那个 另外一组的 一个 一个提问这样子 那就请品位组 有没有人要代表或志愿 对他们提出问题 跟前面的一个模型 好 才一起说 我想要问报告组 就是因为课程活动里面 有一些是小朋友要 做一些肢体动作的表达嘛 就是做一些表演的部分 那如果有遇到那种 就是比较害羞的小朋友 或是说跟别人比较 处不来的小朋友 那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他可能会不愿意上台表演 因为有那个声音对对碰 那个部分有讲到要小组嘛 然后可是如果有一些小朋友 是比较害羞 或是说跟人比较不那么亲近的话 那他们在分组的状况 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那个我记得那个活动是 那个有竞赛加分的嘛 然后可能就会影响到 就是如果小朋友他们自己没有 他们如果没办法融入的话 那可能会影响到整组的分数之类的 那可能之后他们 就可能会造成他们之后 分组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困难 然后我想要问报告组 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或是鼓励他们之类的 这样 好谢谢彩宜的问题 那么其他同学要提问 还是说我们一问一答这样 你们觉得呢 那不然就那个 那个什么 另外一组你们有没有人 可以回答彩宜的问题 或者说你们可以先想一下 那可能融起品威 财云 金金有没有人 要再对他们 做出提问的 或是回馈的 品威有吗 或是金金或财云 我可以给回馈 好 那谢谢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组的照案 想的非常详细 然后想 就是想的很周全 就是包括 失神尼达 或者是一些需要准备的东西 叫 教具啊 或者是 教室都有附上照片 我觉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你以后也会写这么详细 对我会 OK很好 其实我们这个异课 就是目的 在互相互学 就是那种 人家好的学起来 人家 也许有问题 我们可以给他建议 让我们一起思考 还怎么解决 这样 好那 还有没有问题的 那个品味组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你们之前有一个活动 是利用乐器的部分 那乐器你们是每个小组都会发放乐器 那你们的活动是说 有一组在发出声音之后 好像其他组就不写 但是小夜学生其实没有这么好控制 如果你们给他们发放这么多这么吵杂的乐器 会不会造成整个字据上的控管不脏 因为他们会不断的去制造造音来 小朋友说就难道乐器就闹凡天 到处乱敲有可能 也许是一个好问题 谢谢隆平 那有没有那个其他同学的问题品味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是请那个小情组 针对他们问题来进行回答 那我先针对第一个问题来做回答 就是关于我们 就是这些课程设计中 有很多是需要小组合作 或者说到台前表演的部分 那因为以第三堂课为例好了 他们必须要用实体去表演 他们小卡的内容 那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三次机会 然后包含说他们可以向小组去求救 所以他们其实小组合作的部分 是可以去完成这个部分是可以去完成这个表演的 然后如果是那个学生他比较没有办法融入他那个小组的话 我们也有透过一些奖励机制来做就是引导 然后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上 因为其实那个氛围是如果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话 其实是比较不用去担心这个部分 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可以被划小的 那关于第四堂课的话 也有上台表演的部分 那我们是会以先前会有讨论 还有讨论单的形式去引导他们 所以他们其实是做好准备在上台的 所以就比较不会出现说那种不晓得要干嘛的情况 对 好 谢谢瑞君 那你们可以请说 我想要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才一问说声音对对碰的那个活动 就是因为我们会给学生就是先有两分钟的讨论时间 那就是可能组就是小组里面会有就是可能比较不合群的学生 或是说比较害羞的学生 那我们就是老师可以在这两分钟的时间内就是加进去他们的讨论 然后比如像说就是可以给一些建议 或者是就是比如像说可能可以如果有学生不合群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请他们组的其他同学 就是把它就是请他一起进来讨论 或者是说比如像如果是有比较害羞的同学 我们就可以先就是先鼓励那位同学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可以请他们小组 就是派一些就是可能不需要那么这么有信心的一些动作这样子 OK 收听也讲得很详细 那还有没有同学的一个回馈或是再提问的问题这样 那突然想到以后我们发表也可以做这个有小组的有个人 然后还有累积到团体的一个次数的那个考量这样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请大家记得说 虽然你没有提问但是你这些也是你的作业 请截图然后丢在PPT上转成PTF 然后丢上去就是你的作业了 很烦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那个从中怎么去简化 然后变成都比较有意义的作业 那今天透过你们各位的分享 我觉得说好像大家对教案的断写啊 也是有初步的掌握啊 不然说那个跟校园生活的一个品位组跟校园生活 里面那个动植物的植物的那个结合 然后另外小情组是比较像是那个音乐部分 怎么去跟那个用不同的那种肢体啊 感受啊那种五感啊那种东西去做连结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 就前面那一组跟情境连结比较多 后面那一组好像比较多重在一个课室里面 那个老师的引导 这个都是两组之间的一个亮点这样子 而成都前面所说我们怎么是学习人家的亮点 也是我们那个未来精进自己的教案 一个一个方式这样 另外就有人会觉得说 我也许对写教案没有兴趣啊等等之类的 可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写教案未来你会不想当老师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能力 因为如果你到私人企业的话 常常会是如果你是行政主管啊 常常会写计划案啊 在私人商业企业国际企业里面有企划 为什么这个月里面七十件里面出现很多问题 有没有办法提升到那种 也许就只有一两件有问题了 怎么提升那个确保那个什么良率 这样子 我们怎么是跟我们员工去协调 或者去辅导 或者看看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这东西也许我们这种写教案的思维 跟一般写企划案那个思维也是一样 这也是有点企划案的那个心神 第二点就是说那个我觉得说 其实这种设计啊就有点像是你个人就是一个导演啊 我这个课堂里面导出怎样子的感觉 是着重于肢体动作的表演 是着重于那种阅读理解的分析思考 也许你看电影里面不同导演 它的曲径 它的那个情节的手法 切入的角度 或者我们同时也是编剧啊 编剧跟导演 编导一体的这种东西 另外我们自己也是演员 编导演 这三个就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自己又怎么会去把 这种你又身为导演又身为演员 这种东西 释迦福教学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教案里面可以做一个 有点像类剧本吧 类剧本类导演的那个一个 的一个前置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所以两组今天都很棒啊 只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有哪些可以互学的地方 另外另外一组里面有写到指导语 这个如果你要参加教案比赛的话 或是说教师真士啦 有时候会比那个谁写的比较详细一点的东西 那你看到现场老师很多不写 因为他们就教很多年了 正式老师也许不会被fire 或者说不用再明年找工作 也许他也许就很多正式老师人家懒着写 正式扶导团有这种现象 不过这种东西是因为他们有的心中有谱啦 如果我们还在初学者心都没有谱的话 写详细可能对你未来的一些 我再重新回过头去教这份教案 或是未来我这份教案里面这是一个小修 比较有本不会从 读不懂未来读不懂自己到当初的想法 另外在互相公备的过程中也是可以 给彼此意见具体的意见跟回馈这样 那程序修正 其实没有什么是最好的教案啊 只有一个不断的去修正的教案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最后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要提问的 或是有疑问的 老师刚才我好像还有一题没有完整回答到 那我这里再说明一下 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小一就是使用乐器 可能会太吵的状况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因为本来那一堂课就是要让他们学习 使用乐器 所以吵的状况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在表演教室 我们不必像在一般教室一样 真的就是那么安静 就算我们可以维持秩序 但是音量就算比较大也没有关系 然后可以透过一些 我们有奖励制度啊 如果要再适当加入一些惩罚 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 我们不会只是一轮就玩完 我们会有两三轮 所以他们我们的一个目标 就是让他们从原本就算很不和谐 到慢慢的变得比较和谐 这样的状况 然后再带入说 我们前面有学到的 那个噪音和悦耳的声音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可能刚学这个内容 所以他们其实不太能够去辨别说 他们现在是在发出噪音 而不是悦耳的声音 所以老师这个部分就可以再结合 前面可能一二堂课讲过的内容 那去告诉他们说 你们现在发出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然后用表达的方式 让学生能够理解 再加上那个一些 讲诚制度啊之类的 应该就可以比较好的去 让学生不要那么失控 OK谢谢瑞俊 那有同学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关一科一个重点 因为有时候别人对我们提质问嘛 那这质问里面 也许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有考量到 那个当初设计者的情境 刚好就你可以做出一个解释这样子啦 做一个交流 那个答辩的那个机会这样子 不过可能就可能突然间想到 也许我们在交换社 几乎是你未来的表现在讲诚里面 可能要去弱化那个惩罚的东西啦 可能说怎么针对他的东西啊 去让他提醒他 怎么再去修正这种东西这样 因为好像有的委员会比较 对那个比较敏感啦 你去处罚学生或等等之类的东西 但是讲诚很重要啦 那可能会比较偏向正向鼓临 那个面向会对你的发言比较加分这样子 突然间想到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说那在那个锐句内容 里面很多学习单啊 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用的一个方式 不同项度里面让学生依据这个项度 去思考说那你这个东西里面 你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感受等等如何 这个做出来就可以做一个彼此分享的依据这样子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到这一个部分 你们就这一次晚之后 你们下了三周 也许就你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或是有兴趣观摩别的 别人的也可以欢迎来参加这样子 你可以偷学东西啦 因为有时候 我来写教案不见得学得最好啊 还有说从你们教案里面是学到一些 好像有些东西我以前忘记了 以前会啦 但是就忘记了 这个也提醒自己在未来 在做这种设计里面的一个 注意的事项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大致上就到这边为止 那就谢谢大家啰 谢谢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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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